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我将为大家带来2021年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第14轮的对局解说 那么虽然呢,这一次比赛在第13轮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结果 来自俄罗斯的特级大师聂伯姆尼亚奇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 那么,但是呢,第14轮的四盘棋呢,也非常的激烈和精彩 那么直白先行的中国棋手丁丽人是在最后一轮对局当中呢,击败了已经出现的聂伯姆尼亚奇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四盘对局是怎么下的 那么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法国棋手瓦歇尔拉格拉夫直白对中国棋手王浩的对局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呢,直白先行的瓦歇尔拉格拉夫走了兵道义四 那么是一个王斌开局,那么王浩呢,选择了E5,马F3,马C6,橡B5,马F6 那么黑棋呢,跳马到F6,形成了柏林开局 那么在这个2000年之后呢,由于当时的这个世界冠军对抗赛当中啊 克拉姆尼克执黑棋迎战卡斯帕罗夫使用了这个柏林开局 导致这个开局呢,一度非常的流行,也被认为是最为坚固的开局体系 那么王浩在这盘棋当中呢,选择了柏林变化 白棋呢,短一位,马吃一四,第四,马第六 那么这些招法呢,就都是柏林开局的这个典型的走法 那么在八步棋之后呢,双方换掉了后,进入了柏林开局当中的这个残局阶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呢,黑棋呢,后翼是有叠冰 但是呢,黑棋有这个双向,所以呢,足以跟白棋抗衡 那么对局当中,白棋选择了H3,王浩呢,是走了王到E8 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这二十多年国际象棋的理论也是在蓬勃的发展 那么在前面提到的克拉姆尼克和卡斯帕罗夫的世界冠军对抗赛当中呢 克拉姆尼克经常是喜欢走向到D7,然后把王放到后翼去 但是后面呢,经过棋手们不断的研究,发现王放到中心,走到E8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局当中马C3,H5,控制住G4 然后让自己的F5马呢,可以长期的持久的放到F5格 对局当中马到E2,那么王浩走了兵到B6 也是普招,准备把自己的像出动 对局当中像G5,C5,那么白棋的马C3 那么在国际象棋当中啊,这个兵型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而且小兵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棋子 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兵一去不回头,你的兵往前一冲就不能再回去了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黑棋一走了这个兵到C5 那么白棋呢,又把自己的马重新回到C3 然后直奔这个D5格,那么对局当中 马C3,向到B7,守住D5格 对局当中呢,车F第一 那么王浩呢,就选择了向到F3,GF 那么现在呢,黑棋虽然放弃了自己的双向 但是呢,也给白棋制造了一个叠兵 那么对局当中呢,黑棋走了C6 要防守住白棋马D5的威胁 那么对局当中呢,瓦歇尔拉格拉夫走了兵到F4 那么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瓦歇尔拉格拉夫已经下过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那么他走的招法呢,是车到D3 然后准备让自己的车呢,叠在D线上 那么在这盘棋当中呢,白棋选择的是兵到F4 是一个新招 那么这部棋走完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局面 那么对局当中,黑棋向到E7,很自然的走法 白棋呢,跳马到E4 那么对局当中换掉了向FG 然后呢,黑棋把自己的王放到了E7 虽然黑棋呢,让白棋的叠兵解决了 但是呢,没有了这个G5向之后啊 那么黑棋的王就可以放到E7去 然后让自己的双车联系起来 那么对局当中马到D6 那么黑棋呢,走了王到E6 那么对局当中车到D3 然后呢,在这的时候王号走了车HD8 那么这部招法应该说是一部不太精确的招法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实际上黑棋呢,又有一个变化 可以强制的获得一个军事的结果 那么在这呢,黑棋可以马吃D6 那么如果白棋要是车吃D6 黑棋王E5 那么白棋呢,在走车C6之后 黑棋可以王到F5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就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虽然说白棋的车比较灵活 但是黑棋的王也不差 黑棋的王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在残局当中 由于没有后了 王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棋子 那么这是跟中国象棋不同的一点 那么在对局当中呢 这个 黑棋实际上可以走这个 代替车HD8 刚才我们说过 可以走马到D6 如果车吃D6 就王吃E5 那如果要是异地的话 那么黑棋的王呢 就可以藏到D7去 如果白棋车到E1 黑棋呢,就可以车到E8 去抢夺这条直线 那么白棋最好的招法 是放弃对D6的防守 然后进攻F7 但是黑棋可以走F6 在GFGF 车吃F6 车AF8之后 虽然白棋呢 暂时多一个兵 但是D6兵呢 完全没有作用 黑棋呢 可以获得一个 这个军事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 在对局当中呢 王浩选择了是 车HD8 继续的给D6码施加压力 但是白棋走了车E1 好奇 没有去管自己的D6码 而是呢 为这个在D6 交换马之后 打开E线做准备 那么现在黑棋就没办法吃掉了 因为马D6异地之后 那我们会看到 黑棋的王就比较的难受 如果你要是王D7 车E7就进去了 所以呢 车E1是一部 非常好的招法 支持E兵 而且呢 为以后打开E线 进攻对方的王 做准备 那么对局当中 走了A5 F4 C4 车D1 那么王浩走了B5 继续的让自己的后翼的兵前进 那么王到F2 A4 对局当中A3 G6 王到F3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虽然白棋看上去 略微主动一点 但是黑棋在后翼上的这个 呃 兵啊 也已经冲得很高了 所以呢 能够给白棋 也带来后翼上的一些压力 黑棋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王浩走的是 马到G7 比较好的招法 实际上是应该走 车到B8 然后耐心的等待 然后随时准备这个C5 然后在B4 在后翼上争取 创造一些机会 但是王浩在这的时候呢 也许是想把自己的F5码 通过G7 E8 C7 然后跳到D5格去 那么所以呢 他走了马到G7 但是这样的话 一退马 车D2 马E8 车H1之后 那么我们会看到 白棋呢 在D线上叠了重子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王浩呢 就走出了这盘棋的一个败招 这步棋走完之后 直接就输掉了 那么对局当中呢 走的是马C7 那么就给了白棋一个 非常精彩的一个战术机会 那么对局当中 马吃B5 那么一个闪击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王浩呢 就认输了 因为现在就已经要丢子了 如果你要是 吃掉这匹马 那么在车D8之后 白棋呢 就多半子 那如果你要是车吃D2 那么很不幸 在这的时候 白棋呢 可以先走马C7将军 那么在这个 王到D7之后 车吃D2 王吃C7 虽然说这个局面呢 黑棋只少了一个兵啊 但是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有非常好的 这个迎棋的机会 比如说随时可以车到D6 然后准备车F6 去进攻这个F7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比如说你要是车B8 那么车F6 车吃B2之后 那我们车F7 随时还可以F5 这个寄兵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 在这个马B5走完之后 那么王浩呢 就停中认输了 那么可以说 在超一流棋手当中 出现这样的一个失误呢 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在赛后呢 王浩也解释了 这个自己的这个原因 那么王浩在赛后 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说这个 最近这些年 他的身体啊 一直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在2019年之后呢 他的这个身体呢 就不是特别的 这个健康 然后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啊 会就是压力太大的话 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那么在他跟这个 格里斯丘克的对局之后 他已经感觉自己 身体上不太舒服了啊 但是呢 他还是依然坚持完成了 这个最后三轮的比赛啊 那么在赛后这个记者 对他采访的时候 他也说他以后可能会 就不下这种强度特别高的 这种就是竞技性的这种比赛了 但是他依然还会有一些 这个国际象棋方面的工作啊 但是这个 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觉得下棋的话 好像你在那一坐 然后也 也看上去有把椅子 也挺舒服的 怎么这个 还对身体的要求这么高啊 实际上下棋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 因为我们会看到 一盘这个职业比赛的对局 往往都会在五个小时左右啊 那么双方棋手都是五个小时 要这个全神贯注啊 去这个思考这个对局 这个下棋呢 是对精神要求非常高的一项体育运动啊 那么你要在五个小时之内保持自己的精神的高度的集中啊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那么这个如果身体出了问题的话 那确实是很难在这个五个小时之内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专注的一个一个过程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一个事情啊 是我的小的 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当时是在国家少年队训练 然后跟我住在一个房间的 我的队友啊 他现在他也是一个国际特级大师 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小朋友 然后他回到老家的时候 然后他的邻居啊 就说哎 你在北京干什么呀 这么多年 然后他说哦 我在北京国家少年队 然后在训练 然后在下棋训练 然后他的邻居结果就来了一句说 哇 这个一共就这么几个木头棋子 现在还没弄明白 所以说这个可能很多这个外人啊 不下专业的这种竞技性的国际上棋的这个人 可能并不太清楚 这个作为棋手来说 也是这个对身体要求啊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那么实际上下棋当中也是非常的紧张和刺激的啊 那么对于一个棋手的来说 这个对于他的身体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啊 那么王浩呢 在这次比赛当中之后呢 他就宣布最近这些年呢 他就可以可能说就先不下这个竞技性的国际上棋了 那在这的时候我们也是祝愿他这个保持好的身体啊 有一个开心的心情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一起来看这个我们要看的第二盘对局啊 那么在第二盘对局呢 由这个美国棋手卡罗娜那对阵这个俄罗斯棋手格里斯丘克 白棋呢 走了E4 格里斯丘克呢 走了C5啊 那么又走成了一个西西里开局的现代便利啊 那么这个路变化呢 也叫做四马防御 西西里当中的四马防御啊 那么这个下法呢 之前卡罗娜纳直白的时候对正吉里的时候啊 就下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在那盘棋当中呢 卡罗娜纳选择了冰倒A3啊 但是在这盘棋当中他又走了一个开局新招啊 他走了后到D3啊 那么这部招法呢是相对比较少见的一个走法 对局当中 那么黑棋直接D5 然后在中心直接突破 异地马B4 利用白棋的后 那么卡罗娜纳走了后到C4 在后C4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局面了 那么之前没有人这么走过啊 那么实际上呢 在马B4走完之后 更多的棋手更喜欢把后放到G3去啊 但是对局当中走了后到C4 马吃D5 向到G5 向到B4 那么向到D3 向到D7 为车C8做准备 那么换位吃掉 吃掉 车C8 后到B3 那么现在呢 黑棋虽然进攻白棋的C3兵 但是白棋呢 也反过来去进攻黑棋的B棋兵 对局当中后B6换后 吃掉吃掉 那么白棋呢走了A4 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啊 白棋是略微主动的 虽然白棋后翼的兵形式出现了问题 但是呢 白棋有双向 而且啊 叠兵也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有一条半开放的线路 所以呢 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罗娜纳要在后翼上 给黑棋制造一些麻烦 那么所以他造了A4 那么对局当中呢 C3兵和A4兵都可以被黑棋吃掉 但是黑棋走了 兵到H6 哪个也不吃 就去威胁对方的向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如果吃掉会怎么样 比如说如果要是向吃A4 那么这步棋就是一步败招 或者是 没那么好的招法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可以走车吃A4 但是在车吃A4之后 马吃A4 然后向到B5之后 白棋呢就可以多半子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双方也是还能够再抗衡的 或者是在向A4之后呢 白棋在这的时候 比较简单的招法就是车FB1 那么弃掉自己的兵 然后准备随时车B6车A4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残局当中呢 白棋虽然没有了A4兵 但是两个车非常的开放 那如果对方车吃C3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车FB1 然后准备A5 打这个B7 我们会看到 白棋虽然少一个兵 但是子力位置还是很主动的 所以在A4之后 走了H6 那么卡罗娜那走了向吃F6 交换之后再走车B1 那么白棋呢 要在后翼上 给对方制造一些威胁 车到C7 马到B5 向到B5 HB5 那么马到C8 白棋看上去 还是更加的积极一些 两一有兵 向要比马更好一些 但是呢 在这盘对局当中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的马呢 更有据点 比如说C5格 就会是这匹马 非常好的一个据点 我们会看到 稍后呢 格里斯Joker 就通过了一个 子力的调动 漫长的子力调动 把自己的马呢 最后放到了C5 那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双方呢 就调兵前将 这几步招法呢 都是很自然的 那么对局当中 马第五将军 然后 马F6 然后马第七 然后最后终于 把马跳到了C5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国际象棋的特级大师们 都是非常有远见的 那么之前 格里斯Joker的马在C8 他已经知道了 C5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马的据点 所以呢 通过一些招法 最终的 他还是把马放到了C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双方就形成了 一个军事的局面 但是呢 这个卡罗阿纳直白的一方 还是要进行一些尝试 但是也很难最终突破 这个格里斯Joker的防守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在马A4之后 白棋走了车道第二 还是 那么黑棋可以吃掉C4兵 也可以吃掉C3兵 但是实际上现在 吃哪个兵都不好 因为如果你要是吃C4的话 就会让白棋的车 进入到黑棋的次底线 那么在车第7 往F8之后 那么再走车到第6 准备车吃F6 白棋的双车呢 能够给黑棋制造 非常大的危险 那么 如果在这个局面当中 要是走马吃C3的话 白棋也可以走车到第6 准备车E6取将军 那么这个局面呢 对于黑棋的王来说 也是非常凶险的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格里斯丘克尔选择了冰道一四 强制的弃掉一个冰 然后呢 把马和对方的相换掉 对局当中呢 经过了几步棋之后 双方就形成了一个 双车的车兵残局 那么这个局面呢 就是一个 近似于合棋的局面了 那么对局当中呢 格里斯丘克尔走了车道一棋 如果现在车吃一棋 王吃一棋 就形成了一个 王兵残局的局面 那么看上去好像白棋 有更多的迎棋机会 因为白棋的兵更高 王也更高 但是呢 如果黑棋知道 远距离对王的 这样的一个法则的话 比如说走王到第8 那么这个局面呢 就是一个合棋了 思路就是等对方 王到第5的时候 我们王到第7 那么比如说C5 吃掉吃掉 王C7 那么这个局面呢 依然是一个合棋 所以呢 在这个对局当中 那么车一棋走完之后 那么卡罗安娜呢 还想做最后的尝试 走了车到第4 王一八 车C3 车D7 再一次对车 那么没有去交换 车H7 准备H5 打开线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啊 双方就是要合棋了 那么克里斯丘克尔 弃掉了A7兵 但是F5兵要被捉死 对局当中 车A6 那么王C7 非常非常精确的一步走法 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要是王B7的话 反而这个局面 有可能要输了 因为王B7的话 白棋可以走C5 你要是BC吃掉 车F6 就守住了白棋这样多一个兵 那么同样的 你要是吃F5 对方车B6 正好是带姜 然后可以再上网 把自己的C5兵守住 所以呢 在这的时候啊 一个格子就可以合 另一个格子就要输啊 所以那下棋 所以一步走错 满盘结束啊 还是有道理的 那么对局当中呢 走了王到C7 那么C5 车吃F5 对局当中 如果你要是车吃B6 反而白棋要输啊 那么车吃C5 直接要把车吃掉 所以对局当中CB 那么白棋虽然多了一个兵 但是这是叠兵 在王B4之后啊 那么比如说白棋 王B4之后 双方就同意合棋了 比如说黑棋撤F1 从背后去将军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合棋了 那么卡罗安娜呢 和格里斯丘克 这盘棋呢 就合掉了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 第三盘对局啊 那么在第三盘对局当中呢 直白的是荷兰棋手 埃尼斯基里 那么吉里 黑棋呢 就是这个俄罗斯棋手 阿里克勤科 那一起来看一下 白棋C4 马F6 G3 又走成了一个卡塔龙开局 那么也叫卡塔兰开局 那么 第五 白棋这盘棋选择了D4 如果你看了我们之前的视频 涅波指白棋的时候 他走了马到F3 然后DC后A4 然后马D7后C4 A6后C2的下法 那么在这盘棋呢 白棋选择了D4 就直接转成了这个 标准的卡塔龙开局 对局当中向B4 白棋选择了马到D2 那么短一位 马F3 那么双方呢 交换了几步棋 都形成了堡垒项 那么马D7 然后在这的时候啊 这盘棋呢 吉里走的 可能是对这个开局 研究的不够深入 或者是 最后一盘棋 无心恋战 他走了后到C2 这个计划啊 是不太好的一个计划 因为在车C8之后呢 黑棋马上就可以走C5 然后把这个C线打开 直指吉里的王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走的人比较多的是 用车来占定这个线 比如说对方车C8 再走C5的话 然后白棋随时可以马E5 那么这个下法呢 就更加的复杂和激烈一点 但是呢 可能是 由于是最后一盘 这个吉里也是觉得出现 肯定没希望 所以呢 他就走了后到C2 但是在车C8 车第一C5之后 那么黑棋呢 就成功的取得了局面的军事 那么 后到一期 对局当中交换 马是C5 CD 向是D5 那么现在呢 黑棋的局面已经 非常的满意了 那么黑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可以说已经 取得了军事 甚至呢 稍稍反先了 那么对局当中 双方换掉了白格像 那么B5好棋 控制住C4格 对局当中马F3 车D8 A3换掉换掉 那么虽然黑棋的王前 出现了谍兵 但是白棋的这个兵在G3 很难真正的做一些 车的调动去进攻对方的王 所以黑棋的王呢 在这儿完全不用担心 那么对局当中 又交换了几步 那么后到B2 兵到A5 黑棋想要在后翼上 扩展一些空间 那么兵到A4 是非常好的 压住住对方 那么 这个给对方A3兵 制造一个弱点 那么对局当中 车C1 后到D5 后到C2 车到D7 王G2 那么吉里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开始觉得没意思了 开始让自己的国王 跳起了舞蹈 那么想要合棋了 但是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明显是更好的一方 所以他不想合 走了马到D2 对局当中呢 车到D1 那么白棋呢 车到D1之后 黑棋马到C4 非常好的一个子力调动 把马放到C4 持续的对A3兵 施加压力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双方换掉车 后马对后马 那么 虽然兵型相对比较一致 但是黑棋是更好的一方 因为A3兵 是一个持续的弱点 后第三马 C5 然后对局当中E4 后C6 然后在这的时候 吉里走了一波 可以说是挺出乎意外的招法 他走了这个G4 那么前面的时候 已经表明吉里 其实这盘棋 就是想要合棋了 但是现在他可能 开始又有点想法了 又开始G4 想要G5 给对方王前制造一些威胁 但是这步棋一走 可以说 杀敌一千 自损一万二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不但不能够给对方的王制造威胁 反而露出了F4格 而且自己王毅的兵也比较弱 所以在这的时候 白棋最好的招法 就是继续摆铁筒阵 比如说王F1 王G2 继续跳起王的舞蹈 这个王可以继续的尬舞 那么可以守住自己的局面 但是对局当中走了G4 后到C7 你看黑棋走的也很敏锐 一看对方F4格弱了 所以先把后放到C7去 瞄准F4 或者随时侵入到F4格 对局当中马第二 那么黑棋肯定是不愿意对掉马的 因为后兵残局是比较容易合棋的 对局当中走了马E5 弃掉B5 那么吉里走了后到E3 也不敢吃B5 因为如果吃B5的话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有一步好奇 后到C3 可以威胁第二马 准备吃掉A3兵 而且把对方的第二马赶走之后 还有随时后到F3的威胁 那么所以白棋在这的时候 没敢吃B5 而是走了后到E3 那么黑棋走了H6 也是很耐心的一步走法 不让对方冲兵到G5 现在如果要是直接马G4的话 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 直接多一个兵 但是白棋可能会强制的对掉后 所以在这个时候 黑棋也并不着急 走了一步H6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很难下 因为黑棋随时准备马G6 马F4 对局当中F4 那么看上去吉里已经 要跟对方拼命了 但是吃掉 后到G3 兵到F5 那么王到F1 现在的话 如果H3想要抓死地方的马 后C2 我们会看到这个王又出现了问题 对局当中的王到F1 H5 对局当中王E2 后B6 那么控制住这条斜线 准备随时钻进来 对局当中H3 H4好棋 那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的后 已经没办法 同时去防守E3和F2 两个格子了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H4之后 走了后到C3 那么现在呢 只能将军 后F2走不了 但是马F6 对局当中EF EF 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已经多兵了 那么这个局面赢起来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那么最后呢 吉里在这个局面当中还想做最后的尝试 王要御驾轻征 但是在马G3之后 那么黑棋呢 就要赢棋了 因为你的王如果要是走到G4的话 那么F5直接就僵死了 如果王走到G6的话 那么后继棋也是杀王 所以在马G3走完之后呢 吉里就认输了 那么这盘棋呢 也是这个黑棋 这个俄罗斯棋手呢 在这次比赛当中的第二次胜利 那么最后啊 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盘对局 那么就是直白的丁丽人迎战已经出现的俄罗斯特技大师 聂波姆尼亚齐 虽然聂波呢 已经出现了 已经确定了这个肯定是能拿冠军了 但是呢 直白的丁丽人呢 也给他这个 来了一个这个下马威 让他看看究竟谁是BOSS 那么对局当中丁丽人走了D4 马F6 C4 G6 F3 当我看到这个开局的时候 就知道丁丽人要发力了 他选择了最为复杂的一个下法 那么F3的目的是准备支持自己走E4 建立起一个非常强大的兵型 那么对局当中 黑棋走了E6 那么也是挺奇怪的一个招法 因为这个正常来说 我们走完G6之后 就是要出向到G7的 但是呢 在这盘棋当中 那么涅波姆尼亚棋走起了一个W兵型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好玩 那么对局当中E4 C5 D5 对局当中D6 向到D3 那么丁丽人在这的时候呢 走出了一个相对于 是一个新招的一个招法 那么在之前的这个对局当中呢 丁丽人和涅波姆尼亚棋 实际上就下到过这个局面 那么丁丽人在当时呢 走的是这个 马到C3 比较自然的一个走法 对局当中走了向到D3 向到G7 马到E2 ED 那么对局当中马D7 那么丁丽人在这走了马到E3 这步棋呢 乍一看是比较奇怪的一步走法 那么 因为呢 我们正常来说 都愿意出动自己的B1马 那么这个G1马已经走过一次了 为什么还要走第二次呢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别诺尼开局的结构当中啊 如果你要是走了马到C3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E2马 通常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位置 可以走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丁丽人的想法是马放C3 然后以后这个B1马 可以再跳到C4去 持续的对对方的D6兵 施加压力 那么所以这步棋也是一步 非常有野心的招法 虽然连续走了两步马 但是由于现在中心呢 相对比较封闭和稳定 所以呢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可以 走这个相对缓慢的一个招法 但是这步招法呢 也确实是 让自己的王毅马走到了后翼啊 感觉上这个王毅上 有一点点危险啊 所以呢 聂波在这盘棋当中也是 想要在这个王毅上 给丁丽人带来一些威胁 对局当中A6准备B5 白棋A4不让走 对局当中马H5啊 马上就要左后H4了 对局当中短一位 向道第四将军 王到H1马到E5啊 那么这步招法呢 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步招法 那么黑棋在这儿 甚至没有一位 而是要把自己的子力呢 这个 都走到这个中心和王毅 然后对丁丽人的王发动进攻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的大部分棋子啊 都在这个后翼上 那么对局当中呢 马到E2 后到H4啊 那么看上去 白棋的王非常的危险 但是呢 丁丽人呢 成功的化解了 这个对方的攻势 马吃第四啊 那么对局当中呢 这个 呃 黑棋走了马到D3啊 那么实际上CD直接吃掉啊 也是比较值得考虑的一步招法 那么在对局当中 马吃第三 后吃第三 然后呢 马到G3 那么对局当中 王到G1 那么马吃F1 那么马到C2好奇啊 退马 那么对局当中 马吃H2啊 那么现在看上去 这个丁丽人呢 少了半子 但是在后翼3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匹马呢 很难真正的逃出升天啊 就已经被抓死了 那么对局当中 黑棋走了这个短一位啊 那么实际上这步棋呢 是一步坏棋啊 那么这个 聂波说呢 赛后说 他这步棋是一步漏算 他只看了对方这个 后F4的招法 因为呢 强制对后 而且要抓 抓死对方的马啊 但是呢 这个 他的想法是在后F4之后 他可以走 马吃F3 然后比如说在GF之后呢 他可以把后再放到H3去 但是呢 他漏看了丁丽人的 后G5的这步招法 非常的厉害 那么 强制的要去跟对方对后 那么在这个 马吃F3 GF之后 再走后H3之后 那么白棋呢 可以继续的把向 出动 那么准备呢 向去吃掉D6 那么现在白棋就已经多半子了 这个局面已经要赢了 对局当中 后吃F3 马到D2 那么兵到F6 丁丽人的强制的这个 换后进入到残局 吃掉吃掉 那么对局当中 向到G4 马到D2 那么向到E2 因为如果你要是 想要守住这个D6兵的话 白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随时马E3 然后以后呢 把马放到C4 D6兵以后是守不住的 那么对局当中 向到E2 王到F2 向到D3 马到E1 兵到C4 那么在这个向D6之后 白棋向C7 守住生变革 这个D兵是阻挡不住的了 在王F7 车A3 车C8 D6之后 我们会看到马C4 那么在对局当中 准备马B6将军 车C7 马B6 那么涅波姆尼亚齐 见大势已去 在这个局面当中就认输了 凭借着这盘胜利 那么丁丽人呢 迎来了三连胜 虽然呢 没能阻止这个涅波 出现 但是呢 也给对方 这个上了一课 让他知道究竟谁是老大 那么 在这盘棋之后啊 我们会看到这个 涅波姆尼亚齐呢 丁丽人凭借着这盘棋的胜利 重新的 把自己的等级分呢 回到了世界第三的这个宝座啊 那我们会看到 现在这是世界前19名棋手的这个排名 那么卡尔森呢 还是第一 卡罗安娜呢 是第二 那么实时等级分 丁丽人赢了涅波这盘棋之后呢 重新的回到了世界排名第三 那么涅波呢 世界排名第四 紧随其后啊 那 但是呢 我们还是最后 还是要祝贺涅波啊 那么获得了胜利 赢得了世界冠军的挑战权 那么在2021年的11月份啊 在这个迪拜啊 那么将会举办 涅波姆尼亚齐和世界冠军 马克努斯卡尔森之间的这个较量啊 那么世界冠军对抗赛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 涅波和卡尔森啊 他们两个从小就认识啊 那么我还找到了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信息 可以大家看一下 那么 呃 在这里啊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呢 这个2002年啊 世界少年锦标赛 12岁组的这个 呃 最终的排名情况 你可以看到啊 排名第一的是 涅波姆尼亚齐 那么9分 第二名的是卡尔森啊 也是9分 那么但是最后比较小分呢 涅波姆尼亚齐是拿了 那一年世操赛的冠军 然后卡尔森紧随其后啊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呃 还有一张照片啊 非常好玩 你可以看一下 那么哪一个是涅波呢 哪一个是卡尔森呢 你可以找到吗 这些是Q版的啊 涅波和卡尔森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面还有一个中国的呃 棋手啊 叫做魏晨鹏啊 以前也是中国的希望之星啊 非常厉害的一个棋手 那么后来他没有去专 没有下下职业啊 但是他最后在这个12岁 男子的这个比赛里面 最后是排第6名啊 那么也跟这个涅波 还有这个卡尔森 非常的接近啊 那么呃 在之后我们最后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这个排名啊 那么涅波呢 最后是8.5分 获得了第1 然后这个呃 瓦歇尔拉格拉夫8分 获得了第2 然后卡罗安娜和吉里都是7.5分 然后是第3第4 那么丁立仁呢 最后凭借着三连胜啊 把自己的积分呢 稳定到7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后半阶段啊 就是后面的这个7盘棋当中 这个丁立仁是7盘棋获得了4.5啊 那么实际上是这个整个比赛里面 后半程7盘棋得分最高的棋手 那么呃 呃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比赛的这个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呃 这个卡尔森啊 那么这个赛后的时候 就是有人有人对他进行采访啊 他说这个涅波呢 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棋手 他跟这个呃 卡尔森和涅波之间的比赛呢 也将会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么卡尔森说呢 涅波是一个非常的凶猛的一个棋手 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也会走得过于凶猛 会给对方一些机会啊 所以这次比赛呢 也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比赛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涅波姆尼亚骑是世界顶尖特级大师当中 唯一对卡尔森呢 这个胜率是正的这样的一个棋手啊 其他人可能都是对卡尔森是输得赢少 但是唯一呢是涅波对卡尔森的话 赢多输少啊 那么我们会对这个11月份的这个比赛呢 拭目以待啊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凯奇 那我们世界冠军互选人赛这一系列呢 呃